大家好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梓东 今天周一但是 大家俗称周一效应 可能如果上周五美股的涨势不够羞猛 今天随时可能就会进入一个修正的行情 结果今天反过来 5月27号 又是可以列入历史教科书的一天 这段期间我们说投资朋友很辛苦了 如果2024年今年 每一次大盘创新高 你就必须要登记一下 你的一支原支笔 今天应该已经用完了 天天给你创新高 来 当然我们说网友开玩笑 开心的时候开个小玩笑 无妨说因为黄仁勋来台了 老黄来台 当然要给他一点面子 我们来了一个庆祝行情 首先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讲 这一段期间 我们是怎么跟投资朋友分享的 上个礼拜 这两天 中国军演 投资朋友就会认为说是不是有一些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我们的测标其实没有换 甚至我们在我们的社群平台跟投资朋友分享了一个 我个人的看法 来 这个部分 我们就一起来跟投资朋友稍微研究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讲 我们说漂亮的盘 它应该要是随步向上走 首先它是不是随步向上走 来描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投资朋友又有开始有所担忧 当然你有风险意识 我认为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 反而是这段期间的大盘它多么的漂亮 每一段都是随步攻 漂亮的盘式 我们当然往多方操作 大方向先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来搞定第二件事情 好 盘式漂亮 老师那你能不能告诉一档个股 告诉我们一档股票 没有问题 和投资朋友公开一档我们的持股 先进封装概念股 8027 怎么样 泰森 为什么我们称它为拳王 跟拳王泰森同名了 这样子大家比较好记忆 好 看完泰森之后 我们说其实上个礼拜就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们的持股就像跳着拳击的小碎步一样 最后尾盘是垫高的 尾盘垫高当然是有玄机 之前我们就问投资朋友一个问题 你也可以抛开你学过的技术分析 这个很直观 礼拜五 上周五中国进行军演 尤其又是周末了 你会不会想要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想嘛 结果你发现有一些个股 主力还加码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操作股票 请问是跟着市场的情绪走 还是跟着主力大户走 当然是跟着主力大户走 这个很简单嘛 人人都会只是知意行难 好来这个部分 我们讲完了 这个也是上个礼拜 礼拜五 礼拜四 我们在24号就跟投资朋友分享 中国军演 你还记不记得2022年 陪洛西来台 当时我们就讲了 中国讲出了说无限期军演 结果2022年8月 陪洛西一走 中国无限期军演 过两个月之后 台股开始展开一年半的大多头 所以这不是危机入市 什么叫危机入市 这个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个部分 我们也不放VCR 有些投资朋友可能就会说 老师你讲这个 不是老生常谈 我也知道要危机入市啊 只是我们讲 讲听都很简单 做还比较难 所以这就是我们讯息的价值 你就不用思考这么多哦 子彤老师发了一个讯息 什么价位 什么点位 买什么股票 我就照做 怎么做来 5月24号 礼拜五嘛 我说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 我们就做同样的事情 危机入市 是低档布局 上个礼拜五24号 12点09分54秒 我说拿简讯 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讲 哦你看红准今天涨停板了 发恭喜哦 发恭喜的讯息对您而言 没有意义 也许它是今天才进场 今天涨了9% 我没有讲过嘛 涨了9% 今天锁涨停 它能不能发恭喜 可以啊 你赚1% 赚1%有什么好恭喜的 来重点是 我们的讯息呈现方式是告诉你 我们什么时候买 买在什么价位 提醒投资朋友 危机入市 我们就照做 64.6% 当时12.09分54秒 就在这个价格 一定有穿价成交 2354的红准 占总资金一成 这才是我认为讯息 决定胜负的关键 如果今天我跟你讲 买一档股票 你说我先玩玩看 买进一张 一张 也不是不行 来 小可惜 就是 大约你就是 如果你只买一张 你就是 串个6000块 7000块钱 这个部分 有一点点浪费您的时间 讲白是这样 您的时间也很宝贵 看我的节目 结果买进一档股票 赚了6-7000 所以我们是怎么样 如果你有100万 麻烦你就做10万 如果你有500万 麻烦你进场 就进场50万 如果你资金是500万 这一档 我们拨50万进来 今天你不过 就赚了5万块钱 对不对 是不是开始有所收获了 不要这么一张 好来 红准 所以今天我们发的是 恭喜的讯息 发完恭喜之余 我相信投资朋友 应该比较喜欢看 到底老师在什么价格买进 我有讲过了 第一个 我的操作步调 我也喜欢从低档开始布局 不会说今天一档个股 已经推高了 早就已经这个地方 已经突破新高了 跟你讲追买 买强势股 这个也不是我操作的风格 所以我们的讯息 我们会提醒投资朋友 为什么我们会买进 这一档个股 第一个 今天5月27号 每一个人都知道 红准要跟化汉 合作研发 研发机器人 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早就知道了 只是新闻这个地方 推他一把而已 重点是 为什么他今天会涨停板 因为他第一位接 红家军 我们说 投资朋友也必须要熟悉 背后的控盘者的心理 跟他的心态 来 6414的化汉 今天其实表现得也还不错 也是从低档开始发动 人家的座手喜欢这样子做 就是如果今天已经涨高的 当然你说2317的鸿海 现在很高了吗 这个地方 大家的看法应该是200块 应该有这个共识了 那这个部分2317的鸿海 短期先不追高 先不追价 为什么 如果把上个礼拜四跟礼拜五 这一条也算进来的话 其实他也算是第一根红K 所以他也可以算是日线连四红 日线连四红先不追价 反而是背后的作手 会把资金挪动到比较低位接相关的个股 当然现在我们说是因为大盘有一个好行情 所以行情有一点压不住 个股有一点压不住 但是按照过去正常的惯例来讲 其实应该要是这样子 来 鸿海休息之后 2354的红准 今天一根涨停板 这也是我们喜欢布局的模式 来 喜欢从还没有冲高之前 最后买点 赶快带会员做买进 所以我们常在节目上跟投资朋友讲 要赶快跟紧我们的脚步 这不是随便讲讲的 因为常常我们一买 它就是最后上车的机会点 这是其中一档 也跟您分享了 为什么我们要买进这一档 原因是因为 以机器人相关的领域来讲 它是低位接的 这个部分先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这个地方就快速带过了 因为先进封装的部分 之前我们就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今天我们的全王泰森 再一根涨停板 来 看一下是怎么走的 前一段期间 基本上都在低位接低档做一个震荡打底的动作 大部分的人会注意到这档股票 应该是今天 因为它突破 我们有讲过 突破策略 不是不能做 而是你要知道第一件事情 谁家的看盘软体 现在没有爆量藏宏 这个警示系统 人人都有 所以今天能够注意到 泰森 我认为没什么特别的 前一段期间 我们从第一档就开始跟你讲 有一档个股已经要开始发动了 危机入市的最佳时刻 那你有没有发现 均演一结束 今天礼拜一 就跟你做一根表态 很活泼的一档个股 那我们说了 其实我们讲活泼 回过头来讲 其实应该讲有一些个股 今天其实它不听话 你说老师什么意思呢 这种盘式 你居然还泼大家一盆冷水 来 跟您分享一件事情 今天2615的万海 当然这档个股 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操作 原因是因为它现在分盘交易 好 它今天涨停 今天涨停 你记不记得前段期间 我们是这样子分享的 小弟我上前线百分百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讲过 当初我的标题是这样子设的 我说 从5月初开始 其实4月就开始了 全球的运价疯涨 这个部分其实是暖场 后面AIPC相关的概念 我才要上大戏 为什么我要设这样的一个标题 因为我们讲了 它跟几年前的状况是不一样 现在是因为欧洲市场 包含美洲市场 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 过一个好的圣诞节 按照过去的惯例 我们说每一次的运价高峰期 抢柜的时间 应该出现在第三季 第三季订货柜 第四季拿到电子商品 过一个好的圣诞节 结果这一次不是 红海危机 欧洲抢柜 美洲市场看了讲说 如果我们现在不抢柜 第三季再定 那不就晚了吗 所以之前万海 其实他们开法说也讲 运价会持续上涨到第三季 和我们的看法一致 但是因为它现在五分钟一盘 不是那么好交易 然后今天跟你春根掌听吧 我们要讲一下 怎么这么不乖呢 现在主管机关喜欢看到这种事情吗 都已经处置你了 还给你越干越大尾 当然它不是没有基本面 因为后面的运价 我们估还是会持续攀升 运价上涨 投资朋友想老师不对啊 对于电子产品来讲 如果是外销的 那不是利空吗 倒过来想 这一次运价会上涨 是因为欧洲跟美洲 现在进行抢货柜的动作 抢什么 抢AIPC 抢电子商品 提前做一个拉货的动作 所以来 运价这个地方疯涨 其实聪明的投资朋友 也许是都在看我们的节目 现在知道 对于AIPC相关的概念股 对于一些电子零组件而言 反而是一个利多 是不是利多 大家想通了之后 会发现一件事情 嘿 为什么2353的宏基 今天还是在创一个新高 不是运价上涨吗 它不是受害股吗 然后你有没有看过前段期间 我们给投资朋友的一份表 这一份表 我们说运价上涨 受惠股 南美航线受惠的是 扬明跟万海 大家想象得到 怎么宏基是受惠股 怎么东南亚航线上涨 万海受惠 怎么广民也是受惠相关概念股 逻辑现在投资朋友就通了 你今天看到万海上来 然后你说 我有看过指东老师的节目 这套逻辑这套策略我想通了 6188的广民 上个礼拜我们就跟投资朋友分享 不好意思 小弟我跟您一样 青藏也比较小科 带会员 我们都是讲求稳健 也不喜欢追高 有去追索罗门吗 没有啊 我们直接跟你明讲 索罗门第二 就是6188的广民 来 今天索罗门 小涨1%多2%多而已 聪明的资金在做一件事情 买广迷 看我们的节目 就算你不是会员 有没有收获 我收获是希望你的荷包真的满满 你不要说 老师有啦 我看完你的节目之后 就把电视机关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那也可惜 啊老师我只买一张 赚个五千六千 可以啦 吃一顿好的 但是我最希望的是 你跟着我们的脚步操作 一档股票 一天你就赚个五万十万 不用等 一天 基本上就把会费赚回来了 讲完这个部分 你说那 是不是卖老黄黄仁勋一个面子呢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一样 5月24号 我们在跟您分享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子讲的嘛 我们说 第一个啦 黄仁勋这一次 应该不会在Computex站 大肆的做演讲 因为毕竟氛围不对 黄仁勋这一次 演讲的排程 是在台大的校园做演讲 台大的校园做演讲 你觉得他适合做点飞的动作吗 在校园讲说哪一家公司好 哪一家公司好 比较不适合 他会讲的是一个概念 如果你今天 我们说简单一点 你看好黄仁勋的精致招牌 其实你是看好Computex站 当初我们在节目 来看好时间喔 5月24号 中国军演的时刻点 我们跟您分享第一步 挥达跟联发科合作 ARM架构的AIPC处理器 2454的联发科 今天大盘为什么会涨 来 今天2454的联发科 早盘也吃了药打了针 最高曾经来到涨停价 我们有没有带会员朋友去追价 我们是不是说消化前波的卖压 这个地方大家会以为说 供不过去是不是又要下来了 我们倒过来看 他是在消化前波的卖压 今天直接给你冲高 换算下来目前为止 连发科的本益比25倍都不到 才刚刚往20倍做一个靠拢 为什么这么低位阶 大家在想说 你在中国消费市场手机的这一块 其实都没有给出一个百分之百明确的答案 大家的讲法都还是正在复苏期 但是前景并不是那么明朗 这个部分大家这样的解读 我认为也还算正确 结果今天联发科的下一步 推出ARM架构的AIPC 安模架构 就是之前如果我们讲到资料中心 是X86语法 这个架构基本上 所以伺服器才比较需要散热 高耗能需要高散热 今天回过头来讲AIPC 难道你希望你的AIPC 时不时就稍微散一下热吗 所以我们说AIPC 并不用像资料中心这样的高规格 采用安模架构的语法 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绰绰有余 24号跟你讲2454的联发科 来 今天一根爆量敞虹突破前高 回推到今天 第一个大盘有没有问题 大盘没有问题 产业族群有没有问题 你可能看到 这个旺海今天工长的题 会不会有成本增加的问题 今天跟您介绍 产业跟族群也没有问题 最后一步就是我们选股的步调 什么叫选股的步调 第一个 我们本身的操作习性 就不喜欢带投资朋友去追高 所以我们怎么买 来 另外一档也直接跟您分享了 也直接跟你开牌 上个礼拜五 6166的林华 补一句 第一位阶自主移动机器人 有没有最大三个字 第一位阶 来 瞄一下 今天林华发生什么事情 最高价也曾经来到涨停价 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动 从第一位阶开始发动 一些机器人相关的概念股 全部都已经冲高了好几波 结果你发现这一档个股 多方结构没有问题 但是位阶还偏低 今天如果我们讲到所罗门 他是做感测部分的 6166的林华也是在 机器人部分 自主移动机器人 专研感测相关的领域 所以6166的林华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我们带会员朋友去买 另外一档红转 刚刚也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重点是买进的时刻点 今天5月27号 也标一根掌停板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风格 大盘帮你解决了 该选什么族群帮你解决了 买点也帮你解决了 我说这是我们擅长的 买低不追高 然后最后怎么样 买进的是怎么样 起涨点 这个点位就是你一买进 即将就要发动 所以如果接下来 我说我们推出的一些方案 就是在配合投资朋友 配合我们的操作步调 现在也不要说 你加入进来 加入个三年五年十年 其实不用了 你加入前面三档 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段期间市场上面 最好的分析师是谁 来 欢迎跟我们做一个联系 短期的优惠方案 就是会期短 会费也很便宜 但是绩效不打折扣 我们节目的上半段 就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节目的下半段回来 当然还是有更多的好族群 以及好股票 再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们先进广告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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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先帮投资朋友梳理一下逻辑跟概念 像今天还在分盘交易的万海 我们说月底它才要出关 结果今天先跟你供一根涨停板 大家有所担忧 所以今天其实早盘曾经有来到大涨300多点 后来进入大概是100点的修正幅度 其实还好还是多方结构 稳稳的上涨碎步工 反而是能够延续多头的力道 所以今天我们要先去梳理一下关系 重点是还是把资金放在这些电子相关的概念股 尤其是硬体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台场本身的强项 那一些个股了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上 都已经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宏基现在持续创高 华硕一定会跟上2382的广达 其实它如果还原全息的话 它也过高了 来 你有沒有发现跟联发科一模一样 都是这个地方先消化一下前波的卖压 这一档其实已经消化完毕了 因为如果还原全息已经过高了 但是299视觉上面的高点 就会去复制联发科今天的走势 那你说老师你怎么这么肯定广达 第一个 如果我们从纵向分析来看 第一个产业的纵向分析 宏基华硕按照过去十几二十年来的关系图来看 宏基掌丸不就是轮到广达 另外一个部分 这一档个股我想我们也不盖牌了 因为如果今天我们讲到广达 刚刚我们讲过广明了 广明涨停板 另外一个部分顶天今天也涨停板 之前我有跟你讲过 广达底下的两只脚 广明跟顶天都站得很稳 你认为广达会不会冲高 这个是另外一种面向的分析 结果顶天今天也跟你涨停板 顶天做什么的顶天做的是车联网 如果今天讲到车联网的部分 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过 我们说第一个AI大数据的部分 这个部分要先架构好 另外一个部分也必须搞定 这个部分叫做低轨卫星 来瞄一下 为什么今年2024年才是我们台湾的低轨卫星元年 因为原本这些大厂 不管是SpaceXX或者是OneWeb 当然一开始都先往美洲市场 甚至我们讲我们引进的第二家OneWeb 英国商嘛 当然因为我说以地理环境来讲 确实是欧洲跟美洲 比较适合低轨卫星 但是我们台湾适合的部分 是应用在什么 自驾车领域 这个部分当然很多的 像是相关的机构建 后面都会跟着做一个鸡犬升天的动作 甚至宏基 有没有开发研究自己的自驾车 品牌商了嘛 对不对 在节目上也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所以今天宏基创新高 第一个也是我们台厂的硬实力 然后再回过头来讲 第一个刚刚我们除了讲红准之外 来这一档 今天也进行了一个小休息 因为第一个 之前我们先跟投资朋友分享 泰森 我们在讲泰森的时候 其实这个我们就不复述 我们说到了2027年 现金封装市场的规模 年均成长 基本上都是在10%以上 尤其是如果我们看到 绿色的这个部分是2.5D 3D 堆叠式封测 相关的部分成长更大 所以为什么会有权翁太深 再来 这也是硬实力的一部分 然后之前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 有些人在看民意这一档个股的时候 可能会认为它是不是也是机器人相关概念 但是回过头来 其实一环扣着一环 因为AI 你还用到大量的资料长期存储 之前我们讲过 大家以前是用SSD 后来发现在资料中心 HDD其实会比较便宜 这些相关的个股后面 你要说它是机器人概念股也行 都是雨露均沾 重点是本身就走自己的结构 今天的节目时间不太够了 台股这样的行情 能够工涨停后面有机会持续工涨停的个股多的是 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节目时间 只有半个小时 讲都讲不完 所以很简单 你就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也觉得研究产业 看起来很复杂 逻辑还要梳理 简单一件事情 假如我们的短期优惠方案 会期便宜 会费便宜 会期短 但是绩效我们是不打折扣的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集见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